这次本场比赛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 任聂飞跟对方的二号球员亚迪克双方爆发冲突 而任聂飞的头是鲜血之流 特长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特长比赛是中国男篮对战非洲禁止安格拉的比赛 来看第一节的第一次进攻 低脚出了机会好球 主队上来的任聂飞命中了一个低脚的三分球 来看安格拉的第一次进攻 过了半场 面对护面圈 亚迪克 再给到明德斯 明德斯出手 安格拉开场上来的手感也不错 也命中了一击三分 目前把球给到胡明轩的时候造成了四号球员艾德森的反馈 还是中队的边线球胡明轩 胡进球 此球侧赢完 胡明轩观察 对方的防守没有找到突破口 韩德森手递手 在往里突的时候呢 也还不错 现在呢 红队连续两次突破都是造成了安格拉的犯军 红队继续来发边线球 韩德森背后运球 出现失误 球被安格拉给断掉 对方大反击亚尼克 自己带着突破 那今天呢 在队位上呢 任俊飞的防守压力比较大 还要对上对方的身材比较高大的二号亚尼克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考验了任俊飞面对强追抗的能力 配特罗 上线 攒个第一脚 要一个三分球 球被复免线拿到 中南篮推转犯 陈继军 被申往里打 面对包夹 把球弄出来 胡敬邱 篮下强起 可惜差一点就是一个漂亮的二加一 普箭球调整之后 第二阀不中 蓝牌球被亚尼克拿到 贝德罗 上线转移到了弱车 中队的防守做得不错 现在 每个回合都能跟住自己的防守球员 漂亮的防守 这一次呢 让对方是在外围勉强的去出手 这个防守的技战术做得非常的成功 蓝牌 今天持球突破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 总能是在一点狭小的缝隙当中 找到一个突破口 去撕开安格拉的防线 来看安格拉的这一次进攻 贝德罗 带球过了半场 穿地球出现了失误 今天中国队第一个转换 好球 这才是中国南南最需要的进攻的节奏 我们开场刚才这两分钟 完全是被安格拉的节奏给带走了 这关的蓝牌球冲抢 抢得很凶 这一点中国队一定要去注意 6比5 目前 面对对方的对抗 尤其是这种强对抗的情况下 在控球的时候呢要格外的注意 换一下屋前 拿上了30号的猪战冬 用这个前掌球反射军 上线侧应 篮下 没有打劲 冲球再给外围人冲黑 一个假动作突进来 好球 马力克 直接选择突破 我们的防守还是让对方抓住了漏洞 看着肩 在给人冲飞的时候传球 出现了失误 这边球能不能再抢回来 球最终呢是没有拿到 安格拉这个突破打击之后呢 在比方上反而是领先了中国队一分 对手呢 第一节过去一半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三次抢断 凌球 好球 球比十 广萨尔斯 一个基地团球给到亚尼克 中距离 球可以作战农场道继续给到福明轩 没下基地 给福明轩 福明轩 上篮还是不中 潘格拉的后掌球 五千 五千 差点完成抢断 中距离 亚尼克 大范围的转移 上线 上线 三门球不中 李小旭 主力手给到征转东 好球 十三比九 现在把安格拉就打停了 来看暂停回来 安格拉的这一次进攻 李小旭现在来对上了雷吉 远复 佩德罗 起码射箭球抛头 抛住 比较续拿下来篮板球 快速的推进 但是这个传球传的不好啊 福明轩 根本接不到 对方是采取绕前 安格拉 压节奏 佩德罗 然后玛丽克 玛丽克 持球 篮下 还有这边 两个人 任俊飞跟对方的亚尼克 两个人都有飞走的动作 残斗在了一起 任俊飞也是第一时间呢 向裁判抱怨着什么 但是呢 亚尼克还是表现出了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两副很无辜的 又任俊飞 头被打开了 鲜血之流 我们看看 待会儿 前面的画面 能不能重新给到 亚尼克 紧急的处理一下 看看两个人的这一次冲突 能不能激发出中国男男的肚子 无前好球 看一下空了 第一节中文类的助攻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提前享受 来看安格拉德这一次进攻 保尔萨斯的突破没有打进 目前 哎呦 这球呢 被断了下来 明格斯 非常快的一个反击 今天冲队的失误还是有点多 高达五次 而安格拉仅仅只有一次 而且呢 在面对 我们进攻的时候 这个安格拉是有五次的抢断 目前外线 好球 入住的三分球 这个三分球非常的长四季 中文类的篮就需要这样的投篮 陪德罗上篮不中 中文类要把速度给打起来 比较续 再给你咬 五天 哎呦 好球 漂亮无前 连中两季三分 本塔拉开到了十分 明格斯 来一集 因为你中了冲序里 中轮标 中轮标 目前 这一次呢 对手对于无前的投篮 没有给无前机会 但是好球 好球 然后 福建丘 大踏步的突破上来 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非常漂亮的二加一 福建丘站上法杰线 加法不中 费道罗 突破分球 还有机会 明轩 先吹了安格拉的犯规 一号明格斯的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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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选再上法杰线 一号明格斯的犯规 二十四比十三 中轮现在领先了十一分 费迪来到前场 再把球交给佩德罗 最后的七秒 高难度出手 中轮拿下篮板球 但是第一节的比赛结束 中轮现在是以 十一分的优势 领先的安格拉